介紹的是重量的加減乘除 那重量的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跟那個剛才容量是完全一模一樣的方法 OK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把加減的話 就直接就直接做計算就好了 好 那第一個也是要記下來是 1公斤等於1000公克這個 你要把它畫起來 1公斤等於1000公克 把它畫起來 OK 好 然後呢 這邊告訴你也是 5公斤400公克 減掉1公斤70公克 那 我們今天叫的是減法啦 那方法都跟剛才講的是一模一樣的喔 那接下來 第一個我們先看一下 5公斤400公克先寫一下 OK 然後1公斤70公克也寫一下 然後現在就往下減 所以看到了 這邊告訴你也是 400-70就變330 那5公斤減掉1公斤變4公斤 所以答案就是4公斤330克嘛 OK 好 那加法跟減法的話 都跟上面是相同的 那我們再舉個例子給你看好了 好不好 譬如說 如果我是5公斤 好 假的就是400公克好了 OK 然後減掉1公斤 然後500公克 好 那答案是多少呢 我們看一下喔 來 我們去寫一下吧 5公斤400公克 跟1公斤500公克 好 那你在解的過程當中呢 也是一樣 你會發現到說 你看到了沒 因為這裡的400比500少 所以怎麼辦我要借位 好那怎麼借位呢 剛才講過了齁 類似的方式就是這樣 我借一個1嘛 就變4 這裡呢變多少不是10喔 而是變成1400 為什麼 因為每1公斤 就可以換成1000公克 所以1000加原來的400 就變成了400公克了 所以這個時候400就變成1400了 OK 好這是重量的部分 好看一下